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14岁的小朋友想跟您分享一下他的学和感悟 喂,太阳爷爷您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符的妈妈,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爷爷 今天我要分享在菩萨高昂的慈悲保荣下和台长爷爷的加持下 两次逃过劫难的清新经历 我于2017年9月因为顺利摔截开始做腹膜创新 正好是13岁的关节 今年6月底因为腹膜内到我们包裹中 导致排不出肚嘴的腹脱液还天天腹痛难忍 差点要再次腹腔动手术 去年10月我因为包裹已经动过一次腹腔进手术 之后就没有了尿,只能靠腹腔排水 那时候学博士院长很多事就不懂 这次妈妈想起台长爷爷的开水就起了放生 一千两百条鱼希望我要让我逃过一劫 妈妈进入坚持每天去放生 在差不多10天后 我在一天时间和默默医院联系上了肝胶 包裹的大膜膜拖离了腹脱的管子 当时已经入院准备再次的手术了 连护士阿姨都说这真是奇迹 华恩大肆大胃的菩萨妈妈的保佑 这一经过程在10月9日中午做肤膜痛击的时候 毕竟管子又去了 华恩提早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妈妈 于是她下午请假回家 因为财长爷爷说下午上向菩萨一定回来 在佛台前 妈妈求上我能顺利之后 一个月内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希望能再次逃过眼前的这场鱼蛋 这样神奇的打卷了 晚上做复课的时候 百年自己好了一些 但是水还是排不多 第二天一早 让妈妈带我去医院打润槐的灯 到了医院 故事阿姨看了我们都摇头 说我一年来什么事都赶上了 到了晚上还是没有明显好转 妈妈坚持三大法宝 我也继续每天练习自己做功课 练送一张小房子 到了11日里把会开始了 还好妈妈事先帮我的照片 给了参加法会的黄师兄 请财长永远加持 但因为我出了事 我和妈妈都忘记的事了 13日我才想到 12日中午已经基本牌场 听不见了 在短短时间的 过了一个前那 现在听得见吗 听得见 现在听得见 财长爷爷在洛杉矶法会上说 菩萨帮了你们多少啊 是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 摸不到 只要我们如理如法 半努力 菩萨和财长爷爷 会一直在身边 保佑我们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财长爷爷 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成体大致当代的 高兴应菩萨原谅 甘请财长爷爷原谅 乖啊 财长爷爷 我的分享结束了 你要记住了 菩萨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所以要好好地珍惜生命 要好好地做 花自己有短暂的生命 要做更多的度人 帮助别人的事情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乖一点啊 这么小就让你受这么多的苦 这么小就让他受这么多的苦 就是让他好好的 以后度更多的人啊 让他自己有切身体会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台长好 嗯 我是孩子的妈妈 我们学佛一年周以来 嗯 孩子一次次在 关心菩萨妈妈和台长的保佑下 一次次的逃过了劫难 反正台长上次 八月份给孩子看图层的时候 也说就是他因为前世的邪影很重 导致今生的果报 只有换腎才能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嗯 当时台长 他现在是不是要许愿清修呢 我觉得他应该清修了 他如果这种身体给他 他如果不清修 没有个大怨力的话 他身体会还会不好的 他现在肾脏就是代表着 他根本以后不能有这种夫妻生活的 否则他的肾脏会完全衰竭的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他到底都懂 他自己 你要救他以后 如果生孩子的话 他就把他半条命就生掉了 听得懂吗 嗯 嗯 听得懂 所以说 就是台长上次也说的 就是说他不患肾的话 会过得很痛苦 真的 他一年来 真的就是 几乎就是没间断过来 就各种各样的痛苦 真的是 就是医院都跑了很多次 医生 故事都说 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的病人过 嗯 会这么做这么多的事情 一直在他心上发生 就是报应啊 所以就是报应 叫他必须懂佛法 不懂佛法的话 他会受不了的 很多孩子就是从小受了太多的苦 有的就跑掉了 听得懂吗 嗯 嗯 听得懂 嗯 还有台长啊 就是他现在做抚膜透析啊 好像又不行了 就是抚膜功能啦 好像就是 好像不行了 就是可能我们下周二 可能要去上海儿科医院 要去看一下 他那边有没有办法 就是保住他这个抚膜功能啊 他们那边是用机器晚上做 就做一下 这个抚膜功能可能已经不行了 大家血管很细 根本就可能没有把做错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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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 放生也 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关口在这里了 你那自己呢 首先不要 要忏悔自己 多忏悔自己 因为你过去太自私了 听得懂吗 对 台长也说我 我忏悔这个 我跟你讲话 你没听懂啊 你好好忏悔 不忏悔的话 孩子痛痛痛 你心更痛 就是我告诉你 人不能太自私 活在这个世界上 听得懂吗 对 带他去看 到时候看了之后就有方法了 人家可能会上海 儿科医院 可能会给他起点好方法吧 应该 好的感恩台长 我也知道我自己 真的以前就全部都是为自己着想 说说有时候是为了孩子 但是 其实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想 哎呀 我要是没有这个孩子 我以后会怎么样 就是都是从自己来 真的自己很自私 我自己也知道 跟你老公都是自私的 你在社会上做了 活了这么大 你都是自私过来的 我就跟你这么讲 你有多少次帮别人想的 自己给人家稍微想一点点 马上全世界都知道 到处去讲 我对他多好 我对他多好啊 嗯 好好感毛病了 好的台长 感恩台长 你赶快带他去 没办法花钱消灾的 听得懂吗 有的时候 是的 你借钱不是你的 也没办法 你只能帮他花掉 他就是来花你钱的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那台长他这样的话 如果许愿新修什么的 他 他这个是 你上次也才 节目里也说 他的圣 是不在给的 就这样的话 他大概什么时候 才有圣缘呢 自私吧 你说 你自己说你自私吧 你自己讲好了 嗯 对对对 你听得懂吗 错了 对对 你自己想想 你到今天还在自私 我就跟你讲 明白了吗 嗯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知道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已经跟你讲了 一辈子就是这么自私 求了菩萨了 马上什么时候能好 对不对啊 你让他给他这个报应了 你只有现在 你只有求的权利 没有问的权利 我就跟你讲 嗯 好的 全心全意求菩萨 问什么时间呢 嗯 你这孩子这条命 能够延到 延到现在 都是菩萨直辈的呢 对的 感恩菩萨 圣圣圣不到的话 就是 就是还没有匹配的 圣圣不到的话 就是你现在 你的修行还不够好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 听不懂啊 嗯 就是这个 就是菩萨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好好的看会 自己想想了 一辈子都这么自私 没有我的话 谁敢讲你 你说谁敢讲你 你讲给我听 好了 快一点 那都是没有 好的 感恩台长 嗯 感恩台长 念我丢完了 感恩台长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台长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好好念 没有其他原因 好好念经 嗯 好了 再见 嗯 好的 嗯 再见 感恩台长 嗯 记住了 学佛绝对不能动小脑筋 嗯 听得懂吗 所以 这孩子 感悟 妈妈叫他抓 用这个方法 明白吗 所以一定要懂这些道理 所以不要 不要随随便便就这样 我就跟你讲 啊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啊 学会狠斗自己的私自 把自己的私心啊 要去掉 去掉之后 你才会有功心出来 你每一个人整天都为自己想 你哪能为别人想呢 你每一天都是为自己活着 你哪能为别人就活着呢 你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哪能觉得人家会有啊 智商 人家会了不起呢 你学得到人家东西吗 你必须放下自己 你必须要没有自私心 你才能越活越年轻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心态这么老 人还没老 心态已经老了 所以 在心理学上心态老是属于什么 所以你的概念不成熟 活在人生 学佛也好 做人也好 你的 成活的概念不成